但是现在变成了军队的营房 在这儿将首先完成对流离失所者的安检和身份认定 之后流离失所者才被允许去登记 登记牌将在十天以后生效 凭着登记牌 他们可以从政府那儿领取每户人家每三十天六十美元的援助 政府目前还没有开始发放粮食援助 甚至没有为这些逃离南瓦基里斯坦地区的游离失所者提供临时的住所 我们再来关注孟缅边界的局势 孟加拉国东南部于缅甸接壤 双方有着三百二十公里的交界线 这个月的十一号 孟加拉国表示缅甸在边界线上增并 还设立了栅栏和铁丝网 尽管孟加拉国媒体说 这是缅甸为了防止难民涌向孟加拉国 但是缅甸的举动还是引起了孟加拉国的不满 孟加拉国还加强了边防军力 那么现在当地的局势如何呢 我们来看一下Channel I电视台的报道 孟加拉国及缅甸边境的居民表示 孟缅边境形势和平稳定 但是孟加拉国步枪队仍然像几天前一样在边界地带巡逻 孟缅边境前段时间曾经就设立栅栏事件引起争端 目前这件事情已经基本平息 孟加拉国步枪队员仍然跟以往一样 在孟缅边境的班德尔班地带巡逻 当地居民也像往常一样正常生产生活 孟缅两国过去也曾经在边界上发生过零星的小冲突 通常都不会演变成为严重的事件 但是自去年10月缅甸开始在孟加拉湾发生主权争议的海域 勘探石油和天然气之后 两国的关系便持续恶化 我们再来看伊拉克 伊拉克国民议会19号最新的选举法进行了投票 新法律的确定面临着许多的困难 不同的政党和政治力量之间的存在着很多的分歧 那么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有关石油产地基尔库克的归属问题 我们来看半岛电视台的报道 伊拉克国民议会认为 现行的法律不符合伊拉克目前的国情 因此必须修改 但是不同的政党和政治力量之间存在着诸多分歧 首先就是基尔库克的归属问题 基尔库克位于伊拉克北部 是伊拉克重要的石油产地 其归属问题一直存在争议 库尔德人希望将这一地区纳入库尔德自治区 并且称基尔库克历史上就属于库尔德人 但是这一主张却遭到了阿拉伯族和土库曼族人的强烈反对 其次是增加伊拉克国民议会的席位的提议 目前伊拉克国民议会拥有275个席位 也就是每10万个国民有